疫情趨緩後 德本慈濟志工 重新啟動跨省關懷 六人小組前往東開埔省的貢部 展開五天四夜的居家房市 慈濟在貢部目前還沒有 已經受證的志工 因此各社區公實站的運作 和定期的患者家房 都是有心的社區婦女主動承擔 諾邦齊磊就用自家菜園 帶動好多位鄰居 一起幫助孤老 志工這趟來 除了給公實站送玉米粉 也不斷招募本土志工 代筆甚至還帶了禁思玉讀本 鼓勵孩子不要因為家貧而放棄學習 不同年齡層的孩子有他們不同的需求 像是進入青春期的少女 志工也希望透過志工媽媽們的關懷 讓他們學會保護自己 德本慈濟職工深入不同城市及社區 傳承慈善經驗 期待這一股愛的互助力 從點而線而面 逐漸擴大 幫助到更多需要的人 大愛新聞 真聖美之工 南非報導